老英雄回忆 狼人 老板狼人拥有着极其优秀的单挑能力 超强的回血以及稳定的控制 是很多脆皮的噩梦 老板狼人被动血之饥渴 狼人每次攻击都会回复生命值 持续攻击同一个目标会回复更多的生命值 并且造成额外的魔法伤害 可以叠加三层 颗技能 嗜血攻击 狼人攻击敌人造成魔法伤害 并回复伤害量80%的生命值 这个技能拥有1.0的AP加成 因此AP狼人也盛行过一段时间 W技能 猎手怒虎 狼人在10秒内提高自身80%的攻速 附近的队友能享受一半的攻速加成 E技能 血迹追踪 这是一个可以随意开启的技能 开启后 周围四天踢板板内 生命值低于50%的敌方英雄 会被狼人察觉 发现敌人后获得40%的疑速加成 大招 无尽束缚 狼人冲到敌人身边 将其压制1.7秒 并发起5次快速攻击 总共造成420加2.0AD加成的伤害 同时获得30%的生命偷取 大招的5次攻击都属于普攻 可以触发攻击特效 因此狼人在火炬和吞噬着存在的时代 伤害高得离谱 常常一个大就能秒掉脆皮 2017年3月 狼人重作 那么大家觉得 老板狼人强还是现在的狼人强呢